今天是在08年 对 这08年对洪翔来讲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我记得你应该也是从08年开始慢慢的已经红遍了全球 没有 我从10年就打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从10年开始打的 王国直接一个后手 把对方直接开刀了 但是应该是应该是最快这个结束这个 这个比赛我看了几点都不过眼啊 王冠一直是以战力的重击为 王冠一直以来是以重击为主的一位选手 我一直想看到他地面的表现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 好像好像 这个嘴里面被打开了 这一拳太重了 太琢势了 你刚才说要看到王冠的提高啊 多快啊 KO记录 我们看一下慢放 后手 KO记录的保证 整个头都偏过去了 而LMA记录是王冠 21秒 啊 这一拳 我们的裁判还是很专业的 及时过来制止这个继续的打击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MMA规则 所以说倒地之后还可以抵打 没错 在裁判没有喊停止的情况下还可以抵打 这场比赛是五分钟三回合的比赛 但是 21秒结束比赛 诚然王冠非常精彩地完成了这场比赛 但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不过瘾 作为今天晚上唯一的一场MMA比赛 4月4日 在当晚直播的2015武林峰拳王争霸赛中 中国MMA第一人 有着东北湖美裕的王冠 仅用21秒就KO日本汉将袁田维红 当时袁田维红被打得满嘴吐血 幸亏裁判及时终止比赛 否则袁田维红会遭受更大的伤害 经过现场医院人员简单治疗 袁田维红被抬出场外接受更加仔细的检查 王冠1986年3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 2002年王冠所在的辽宁省队到西安体院集训 技术和身体素质出动的王冠被西安体院的散打名教头赵学军看中 最终进入西安体院散打队 完成了 好